接下來要教的叫做 醇 醇就是呢 它有一個所謂的搶雞 這個就是搶 就是氫跟氧 所以它的字呢 就是由氫跟氧變來的 有一個氧 有一個氫 所以氧 氫 所以呢有氫 有氧 所以叫做搶 就叫做搶 搶雞 所以有OH的就叫做 醇類 國中教最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氫被幹掉 換成OH 所以通勢寫作CNH 2N加1OH 本來是2N加2對不對 幹掉一個氫把它換成OH 這是最簡單的醇 還有別種我們高中以後再教 我們國中就這樣就夠了 那麼也一樣中文就是 一個氫叫做甲 兩個氫叫做乙 所以甲碗會變成 甲醇 乙碗會變成乙醇 甲碗的一個氢幹掉 化OH會變成叫做甲醇 乙碗的一個氢幹掉 就會變成乙醇的化學式請要會 你要知道甲醇跟乙醇的化學式怎麼寫 這化學怎麼寫你要會 叫做醇 好 醇的預計 醇有什麼樣的性質呢 有什麼情況呢 好 溶於水但不解離 我們當初電解質要你背 你還記得嗎 要你介入酒精跟糖 溶於水可是不解離 不導電有沒有 所以那醇就是乙醇 所有的醇都一樣 溶於水但是不解離不導電是非電解質 所以喇喇以後是叫中性 中性 因為它沒有解離 不要看到它有OH就以為它會有氢氧根就是碱性 沒有 那個OH不會解離 不會解離 OK 重點叫乙醇 這後面會再交一次就俗稱叫酒精 沒有顏色的液體 但是有一股香氣有著惡感 用發酵把未來會焦 用發酵來做成我們的乙醇 好 另外 乙醇容易燃燒 實驗時常用燃料 點酒就是所謂的點溶於酒精 點溶於酒精 因為有點所以可以解驗誰啊 你記得嗎 點可以解驗什麼嗎 你記得嗎 點粉 你還記得顏色嗎 反正以後會焦 以後會再焦 你會再給我再備一次 OK 然後呢可以殺菌消毒 然後這裡寫一個 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殺菌效果最好 為什麼不是百分之一百我的知識快遞有寫 你自己看 旁邊這裡有寫 為什麼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效果最好 知識快遞有寫 你自己看 好就是有 這有人問過 這有人問過 問你多少的酒精三效果比較好 這有人問過 那有的書上會寫百分之七十什麼之類 那個有點單位的問題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可以防腐 儲存標本的酒精的用途 那另外呢有所謂的變性酒精 變性酒精 就是呢加了甲醇 或者有色染料 以前醃酒公賣 所以呢酒不可以隨便亂弄 但是工業要用酒精 所以就做一點處理 加了甲醇或者加了顏色 那你不會拿來賣拿來喝 然後變性酒精 可是甲醇是有毒的 喝了以後會失明 瞎掉看不見 太嚴重就塞到那哪再見了 就回老家去了 所以他會就是有人聽到什麼 甲酒中毒就是這個 如果有人喝到甲酒 然後中毒是這個東西 喝到了甲醇 所以甲醇 剛跟你講過了 甲醇化學是要會寫 這裡有一個結構的圖給你看 甲醇也是可以做燃料做溶劑 這裡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這裡很簡單 就記得乙醇 記得甲醇 記得他的化學士 要知道什麼叫變性酒精 了解一下酒精的用途就可以了 就是有關於醇類的部分